哈喽大家好 怕死人 吓死了我今天下午 真的好恐怖哦 全公司的人都在下午的时间 惊魂未浦到现在 我都快昏倒 台北市摇了四点几几个大地震 摇不停 而且摇了将近一分钟 天啊 我的预言又兑现了 哎我的天 大家有怕到吗 你们可以在下方 眼泪都要掉下来真的 下午那个哦 好像那个梁柱都要垮下来 然后那个墙板都要拆掉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小编 真的我们小编也都吓坏了 我跟你讲男孩子 都是年轻 对年轻力壮还好 哎我们公司因为有观音 很多我们门口有牵手观音 然后有万佛像 然后我这边你看有观音 后面在我的直播台后面 有好几尊观音 那还有大藏经都在我的背后 所以呢有神佛的加持 阿弥陀佛 你们有受到惊吓吗 你们家里的器皿有掉下来吗 你们有损坏东西吗 你们都平安吗 来赶快跟我报平安 你在哪个地方呢 台湾今天下午 吓死了大概四点左右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个铁嘴议员在印证 灭世仙兆 超强油感强震 地震规模6再度出现 好今天在花莲的外海 现在还有落石 请你们要到花莲的朋友 要小心地震这么强 如果再下大雨的话 不得了会有土石流 你们如果还有我们的铁路局 也要小心了 我们的公路局都要小心了 我要呼吁政府 我们公路跟铁路局 真的要非常小心 尤其是花东一带 只要有山区的地方 你知道之前呢 整个呢土石流 把那个铁路都淹了 刷坏了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要去宜蘭那个活动啊 上一次也是因为呢 大地震土石流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 到底呢 我们在2021年的岁末年中 现在是农历的12月 今天才1号 海洋老师之前有告诉大家 我做了直播 YouTube的直播里面 你们有按订阅了吗 你们如果有按订阅 一定会看到我的直播 还没有按订阅的朋友 请你们赶快按订阅 好不好 按下订阅 按下小铃铛 可以减缓呢 自己呢 知道呢 老师预言的时间点 可以减少很多伤害 好 我相信今天花蓮的朋友 应该吓坏了 如果是六的油感地震的话 超强的 想想看 那四级都要毁天昧地的那种感觉 那是要5级要5.5级要6级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呢 311日本的311大地震 有多么的恐怖 然后呢 你知道那个汶川大地震 有多么恐怖 好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921大地震的时候呢 老师写了一本书 在书上我有预言 那我想呢 如果真正的预言家 他是要告诉你时间点的 而不是跟你讲说 哎 我有曾经预言过 不是 他还没有知道 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就要告诉你了 我是都还没有发生 我就预知大家了 对不对 希望大家帮我多按赞 分享好不好 广传一下吧 也让大家可以趋吉避凶 非常感恩大家 你动动手指 就是做这好事 分享所有亲朋好友众福田 好 今天的强症呢 是规模6再度出现 那接着下来呢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是农历的12月1号 12月1号是辛丑年的辛丑月 文昌化双季 那文昌化双季呢 你看到东南 看到没有东南边 东南边在哪里 就是呢 这个北方 北方是在北边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位置 我们今年这12月 刚好坐在北方的位置 好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12生肖里面呢 都要非常小心了 并不是说 这个天灾 他不会说 你运气好的人 当然就比较不会被落石扎到 不会被梁柱压到 那但是呢 如果是这样的地震的话呢 应该不只是影末型的地震 所以请大家要小心了 小别人 我们今天的地震呢 气象局发报到底是什么呢 12月呢 这个月呢 还要小心两个时间点 这两个时间点呢 大概在水逆的前后 就是在12月的14号左右 12月14号左右呢 就是这个月的月中 还有这个月的20几号的时候呢 大家要特别小心 可能这两次的地震还会再发生 绝对不是余震 最少都五级以上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这个月很恐怖 我告诉你 绝对不是double而已 搞不好小震还很多 那个五级以上都是叫余震 那万一到六点几级那叫主震 所以呢如果接近六级的话就叫主震 我再讲一次 就是这个月1月14号水逆左右好不好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22号左右 22号到23号左右 这两天要特别小心 你知道我上次预言就差一天而已哦 只差一天 我都把时间点讲得很清楚 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 住花东地区台北区 桃园区全区啦 其实如果六级以上地震都全区 全台湾省都要小心 还有呢我要呼吁呢 我们的政府不管是铁路局公路局 还有呢我们的行政院 包括呢我们的全区 台湾整个全区的三边的地方 请政府多关照他们要小心的 很怕呢下大雨又吐石流 因为地震很大 像今天我们那个梁柱 好像都要断掉那种感觉哦 你知道上次4.5级921大地震的时候 台北市摇4.5级没有人敢睡觉 我们今天真的差点都夺门而出哎 好可怕耶你知道吗 摇了吸吸 酸酸酸 好大力 而且我发现呢不是光摇左右 还有上下动呢 这个叫做最可怕的地震好不好 今天的还好不是太浅诚 如果10公里以上绝对不是这个灾难哦 我要告诉各位现在呢 呃很多地区都有土石 就是有落石了 请大家务必小心哦 我要是要呼吁政府啊 请关照那些铁路局啊公路局啊 比较靠近三边的居民啊 都真的要非常小心哦 好你家的房屋很老就更要注意哦 四五十年的老房子真的快点都更啊 不要不要不顾命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今天的时间是呢3点17分 呃 不那个是5点46分37秒 下午5点46分37秒的时候呢 在北纬24.02度哦 东京122.18度哦 在花莲县政府东方56.7公里 位于呢 呃这个什么 一湾东部的海域在海域哦 那地震深度是只有19.4公里 瑞士规模6哦 瑞士规模6 那这个中央气象 局呢 地震观测呢 及时地震的资料速报的结果 沿岸地区因防海水未突变 就是怕海水倒灌啦 就是呃 当然6 6级应该不至于引发海啸 但是呢 如果你是呃 渔船 或者呢 是住在海岸边的朋友 以及呢 请你们要特别注意了 哦 要特别注意 海岸老师在呼吁一次 山边海边的所有的居民朋友们 请你们要小心哦 尤其是东部地区 好不好 真的很可怕哦 万一再来个地震的话哦 好 宜蘭地区最大震度是4级哦 其实台北也4级 台北也是4级 南澳3级 树澳3级 牛豆是3级哦 那大部分的地区都是3级左右哦 那头城是3级哦 那宜蘭市是4级 台北市大概也4级 今天摇起来大概有4级的感觉哦 它的那个震感度哦 大概4级左右哦 所以呢 我们用这种观测来判断的话呢 这个地震是还会再发生的 所以呢 呃这个月呢 是文昌化霜季 文昌化霜季当然是不是好月令 而且是太岁哦 冲破地库就是什么 海底的地震 路上的地震都要小心 我在2017年的年底的时候呢 预测了花莲会大地震 只震了6.2级左右 你知道吗 4栋大楼全部倒 死了很多人 死伤很多 还蛮严重的 所以我还是要呼吁 我们花东地区的朋友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们是有住在花东地区工作的 住在花东地区的 呃我们的粉丝 你们如果能够把我的影片广传给他们的话呢 也是做功德 好不好 分享给他们也是做功德 我再重用一次 木星呢 现在呢 进入 加上水逆的话呢 是在14号左右 那接下来就是再隔一个礼拜呢 14号加7 是22号左右 好不好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在一个礼拜左右 在22号左右 14号跟20号这几天 请大家务必要 还是要呼吁你们 特别小心 那早上晚上 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做预测 不过呢 我认为呢 傍晚的时间会比较多 还有一个时间点呢 大概在七八点的时候 就晚上七八点的时候 会可能性比较高 还有一个是半夜 半夜一两点的时候 如果在半夜 请准备手电筒 那一定要准备手电筒 我昨天还买了两只手电筒 真的 家里一定要准备手电筒 好不好 但是呢 如果是很大的地震的时候 我再呼吁一次 住高楼层的呢 先不要回家 下来以后先不要回家 因为地震那么大的时候呢 电梯会震坏掉 所以呢 像上一次呢 台北市发生大概四级地震 一大清早 我们家的电梯就震坏掉了 我们房子才十几年了 不是四十年了 但是我办公室我比较担心 我办公室的 我很想搬家 我最近真的超想搬家的 为什么 因为地震这么大 我们的房子很老旧 我真的很蛮 蛮害怕的 好 因为我们小编还蛮多个 我们这整屋子人 好 那所以呢 也请大家务必 务必要特别注意了 韩恩老师呢 再预告一次 这个月 可能还有两次地震 一个是14号左右 一个是在22号左右 请务必要小心 希望 你们多听听海洋老师的建议 好不好 那家里的冰箱要存水 家里要有手电筒 另外的话呢 家里的瓦斯 如果在煮饭的时候呢 瓦斯赶快先关掉 万一来个很大的地震 真的不得了 你知道每次 大地震以后都 引发的是什么 除了海啸以外就是什么火灾 因为呢 你看那个关东大地震 刚好在中午就是引发大火灾 然后烧到真的是不可 吓死人 那另外的话呢 1906年那个 三藩西斯古 旧金山大地震 也是引发大火灾 最主要是因为地震倒塌的房子呢 不能得到补偿 所以干脆居民就把房子放火烧了 才能够得到保险公司的补偿 但我劝大家不要这么做 真的不要这么做 好 那天灾这么多的时间点呢 那我想呢 最近呢 日本暴雨下不停 很多地区在停电 所以现在呢 还有疫情非常严重 日本的疫情也非常严重 美国一天增加快30万人 我们持续关心国家大事 持续关心天灾人 或持续关心国际的疫情局势 好 那希望呢 你们一定要帮我按赞分享以外呢 请你们按订阅 开启你们的小铃铛 我还真的蛮忧心的 这个月双化季 真的蛮忧心的 我希望 大家共同来祈福一下 我们台湾全球国态民安 好不好 也希望我们台湾国态民安 我很担心的事情来了 然后呢 我真的还蛮害怕的 因为呢 蔡政府 明年太岁正冲 蔡英文总统明年太岁正冲 然后 陈时中 三合的蔡总统的太岁正冲 再加上 苏贞长也是太岁行客 这三个最重要的人 我们要特别注意 好 也祝福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希望灾难不要在我们身上发生 全球现在灾难非常是多 你知道吗 印度的南方 暴雨成灾 几十万人无家可归 这世界好像要毁灭了 多行善 多积德 多说好话 2022年我们要开始呢 净化我们的心灵 希望大家呢 好好地省事一番 我们要爱这个地球 不要再惹恋它了 祝福你们 谢谢大家